好,非常感謝昆州的夥伴Ivan 現在目前人在黃金海岸 今天緊急插播 要介紹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投資型土地給我們 那這塊土地的區域啊 或者基本的介紹 跟我們說明一下 如果... 大家好,我是昆州的Ivan 好像今天你坐在我們的新辦公室對不對 哦,對 現在正在如火如荼的 就一大堆人還在整修 因為明天是開幕查會 所以一定要趕快弄完 那你們就今天晚上不眠夜 把我騙去 把我騙得過去了 三個週末 哈哈 還沒辦法 沒辦法 之前反而想說可以如期完成 但是後來發現玻璃工程有延誤 就來不及 就延後了一個禮拜 但是現在大家都在趕工 大家都在趕工 OK 行 那也祝我們今年如火如荼 是祝我們嗎 如火如荼 好 好好好 爺貴這塊 我們這塊土地的情況 OK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一個 包過的湯 用的包過湯的湯料再包一次 因為這塊土地我們以前拍過 如果有關注我們頻道的朋友們 這塊土地我們是以前拍過的 在黃金海岸 你不能說南區北區的應該中心區域了 南區北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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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北區的一個 一千多平米的一個土地 這是一個拐角地 很多人問 哎 艾芬你就說 你這個湯包過了 為什麼又拿這個湯料重新包一次 就 你之前有客人 我記得有台南客人問過我 我告訴他當時是賣完了 他當時也真的是賣完了 那為什麼又回答出來了 有一些小原因的 因為 視頻上不能這樣子透露 唐塑這塊土地現在回到了市場上面 好 之前兩個買家的 買家方案傳退了 OK 那現在 屋主 就是地主那邊 賣家中間那邊有什麼新的指示嗎 如果要買這塊地的話 有什麼樣的要求 OK 那這塊地的 按照 他們之前的一個 Town Planner的一個劃分 OK 他是劃分了一分為二 記得嗎 兩個五百多的 對 就算是兩個五百多 但是其實是一個比較浪費的做法 按照我對 這塊土地的一個個人的經驗 你理解 這塊土地比較好的做法是 大樹的那一片土地 還是做一個五百多的地 OK 但是做一棵土地 因為是拐角 你應該做一個雙拼 做一個雙拼 就是說 做一個Dewpress 做一個投資房就對了 你要知道你在Lebador 一個Dewpress很貴 兩房 40年 很舊的那種 就很小很舊 40年 要買到七十幾萬 二手房 OK 裡面完全沒動過的 真的是 就是你像你爺爺奶奶住的 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房子 就這樣子要七十幾萬 那如果是一個 全新的雙拼 大概一百 一百二三左右 好 那我梳理一下 如果依照你剛剛所說 你最新對這塊土地的最大利用價值 是把它給一開三 那這個一開三 這個其中一 是當作一個 可能五百平方米土地的一個自助房 然後另外那個 兩個 把它變成一個雙拼的Dewpress 當成投資房去運用它 是這個意思吧 你也可以用來雙拼自助啊 因為你雙拼現在四房了 四房兩位雙拼了 OK 但是從原始的一開二 你覺得現在這個是可以一開三 對 應該是一開三 才是最大的價值 其實這個房子 我這塊土地 我是有關注到的 因為 我是蠻喜歡這個區的 你住這附近嗎 現在這個區 我住附近 而且我這裡有房子 就隔壁街就有一個投資房 我以前講過 在這裡 我跟大家講一下 二手房的房價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講呢 因為 你要把血倒到海裡 才會引到鯊魚 那我能這樣子講的話 對 啊 我能這樣子講的話 因為這裡二手房價呢 如果是一個翻新的 翻新 聽清楚 不是新的 是重新裝修的 老房子 在這裡能賣到150到160之間 OK 那價值 所以 哦 對對對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理念 來說 你海外人士 因為 海外人士正常來說是不能買這種土地的 但是他有一個 exemption 對 就是你必須要把這個土地用來開發 你不能只有 一開一 你必須至少一開二 或一開三 甚至以上 對 所以如果有的人 他打算只買這個地用來囤地 這個就比較有一點難度 但是我之前有算了一下下 十幾%應該會有 就比較安全 比較簡單的一個投資方案 就沒有 很多錢 但是是一個非常保守 因為如果有認識我本人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我是相對保守的一點的一個人 這樣好 這樣好 可以 對 那十幾%應該沒問題 那租金 像一個全新的 Druplex 基本上一千塊在這個位置 自房兩位人車庫 好 那這塊地一千多平方米 那請問這個 賣家仲介有說地主的要價至少要多少嗎 130以上 130以上 OK 130萬以上的offer出價就對了 對 對 那因為具體這個 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那之前 你看 正常來說 這麼簡單的一個分割 因為其實蠻簡單的 你把它都賣 都賣掉了 那為什麼又重新退出來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對不對 嗯哼 那 所以如果具體想知道的 可以聯繫我們 OK 那這裡去海邊 900米 OK 如果你開車去格里菲斯大學 還有大學醫院 因為 其實格里菲斯大學 就在那個醫院的旁邊 對 大概 5到10分鐘左右吧 嗯哼 七八分鐘左右 嗯哼 然後你去那個 Ossuefe 也就 也是這個距離 七八分鐘這個距離 嗯哼 海港城也是七八分鐘距離 因為你已經住在市區了 嗯 就不是什麼 嗯 你現在就遠的郊區了 這真的是市區市區了 OK 所以 呃 我覺得是蠻稀有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 你現金流真的很夠 說實話 你這個土地的話 你要蓋Townhouse 蓋起來的 因為它是允許的 因為它是 這個Zone嶺是非常好的 Medium Density Residential 中密度住宅 OK 好 等於是區域環境很好 整個10分鐘的生活圈 基本上11住行都能夠滿足啦 一天多平方米的土地 然後 地主要價是130萬以上的offer 那如果各位觀眾對這個物件有興趣 趕緊跟我們聯繫 那非常感謝Ivan的介紹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囉 拜拜